华林县政府在玉璃镇举办环境清洁车辆以及用具启用的典礼仪式 由华林县政府环保局的副局长代表县长 将清洁车辆和器具交给了玉璃镇长蔡秋龙 为玉璃镇再添环保利器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华林县政府在玉璃镇举行环境清洁车辆以及用具启用典礼仪式 由县府环保局饶副局长代表县长将清洁车辆以及器具交给玉璃镇长蔡秋龙 为玉璃镇再添环保利器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我们有县府的补助的大型的机器 这些大型机器我们同时拨交给清洁队 清洁队队员有好的工具在手 那他们就是预祝他们新年扭转乾坤行大印 蔡秋龙说 感谢对玉璃镇环保清洁业务的关心以及支持 所获得的机具未来对玉璃镇容以及清洁有极大帮助 未来仍期望上级单位能够继续支持玉璃镇环保业务的推动 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玉璃镇公所的一些车辆 超过十年以上的几乎占了90%以上 所以说经过去年的争取 新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地方的需求 所以说从今年尤其从现在开始的补助 尤其今年底还会在陆续的追加 对于我们的清洁工作能够做到最大的注意 华林县109年度总计获得行政院环保署补助1亿多元 采购40部的清洁车辆特种机具 玉璃镇货配发挖土机一台 产装机一台 巴力帮垃圾车一台 以及资源回收车一台等等 硬体以及软体上的协助 来打造维护美丽的玉璃镇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